离开燕山和太行山交汇处的宣化盆地 一路向南便进入太行山的领地 海拔2882米的小五台山 是河北的最高峰 也是太行山的主峰 太行山并不算高 但我们习惯了说微微太行 太行山也不算长 但我们总会强调八百里太行 对于中国人而言 太行山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从上古神话到文明起源 直至新中国的缔造 太行山从未缺席 这场深秋的雪 独独力练习两侧山脊 茶山村就这样舒舒服服地 窝在一个巨大的沙发里 无限风光在险峰 无限风光在险峰 发地能力和平衡能力 令他们不懈走寻常路 人们既来到这里 便不想走寻常路 请不吝点赞订阅